穷女孩未陪财阀出席宴会 不惜抵押掉房子 租来一件价值六千万的礼服 凭借一首中文老歌 不仅帮财阀赚了上百亿 更是差点被挖到中国 原来就在刚刚的财阀聚会上 这个韩国最顶级的俱乐部 竟然忽然停电了 而且所有音响都发出了怪声 看着财阀竟然给自己安排了个大型翻车现场 来自中国的许老板很是生气 然而就在许老板气愤的准备离开时 女孩的歌声却让她停住了脚步 听着这首熟悉的旋律 许老板仿佛看到了 曾经心心念念的那个歌舞团的珊珊 就这样 为了感谢女孩 许老板决定满足女孩的任何要求 可就在 许老板都准备拿出个十亿八亿的支票 甚至都准备带女孩回 自己的长沙歌舞团当团长时 女孩的要求却让她哭笑不得 看着如此单纯的女孩 许老板决定要给她看一次终身难忘的烟花 就这样 所有首尔的百姓都沾了女孩的光 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烟花 而女孩也和韩国的顶级财阀一起 坐在直升机上 俯看着这片盛世美景 此时这个负债千万的穷女孩 才第一次感受到了 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好 此刻的她已然是童话里的灰姑娘了 此时的她 真希望飞机慢点飞 慢点飞 因为她知道 当飞机落地的那一刻 这个灰姑娘的梦可能就要结束了 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现实远比她的想象要残酷得多 刚下飞机的她 不仅就被残酷的现实 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 更是拔去了她那灰姑娘的外衣 把她打回了原形 就这样 冰冷雨水彻底敲醒了这个女孩 她明白在韩国是不可能有灰姑娘 然而 就在女孩已经心如死灰 准备独自一人步行回 几十公里外的家时 身后却传来了熟悉脚步声 她的王子回来了 在这场戏里里 哗啦啦啦纷纷扬扬的宇宙 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 尽力相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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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